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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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很多的营养分 所谓拼命制造很多五一血管 所以这个 然后它一直增生到没有办法控制 那正常我们细胞是死亡了就死亡 可是癌症它细胞它不会死亡 只要等到宿主死亡它这个细胞才能够死亡 所以等于是这个 所谓我们正常人呢 我们所有的正常人体内都有一些微量微量的癌细胞 像比方我今年是78岁 照理上我百分之八十的机会 我已经得了这个前列腺癌 可是我现在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我不去理它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对这颗的看法怎么样 对怎么对待它 所以很多所谓的微量这个癌细胞呢 我们不要理它 让它把身后的我们身后品质改善 让它就永远冬眠下去 陈医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癌症细胞其实是一种细胞的变异和分裂 它其实是存在于每个人体内的 只是看它是否有这个快速大量的发展和变化 如果能够与癌细胞和平的共处的话 其实呢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 但是呢 陈医生刚刚也提到一点 癌症不可怕 死亡比较可怕 为什么大家这么害怕癌症 是否是因为得了癌症以后 这个死亡率非常高呢 当然是 看是什么哪一种癌症 每一个癌症它的死亡率 经过治疗等等 它都会有所谓的五年存活率 每一个这样的比方 像比方来讲 最常见的 我们现在最常见死亡最高的 像我们胰胀 叫Steve Jobs 大家是胰胀 所以胰胀它本身的差不多 五年存活率不到10% 可是我们目前 我们乳癌同样的比例 除了它存活率超过80% 所以每一个癌症都不太一样 最重要最重要 下是我们要 下后面我要讲的 你怎么能够减少癌症的发生 我们然后怎么可以延长 的癌症病患的 这个生存力跟生活品质 我们下一章就要讲 好的 陈医师您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究竟这个癌症的发生 是和哪一些因素 有密切的关系 是否和这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或者是人的年龄 性别族裔 或者是他处的这个环境 究竟癌症的发生 是哪些因素影响造成的呢 癌症是5%到10%左右 就是基因的遗存 90%就是我们环境造成的 而这个环境最重要的一点 几个因素 第一是我们饮食的问题 第二点抽烟的问题 第三是肥胖的问题 当然再一下 还有这个环境的问题 比方来空气污染啊等等啊 这个都会引起这个 可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们将来要强调的 就是我们怎么改善 我们的生活品质 用改善良好的情况 来对抗癌症 好的 陈医师您看 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来对这个癌症 做一个诊断呢 是否有一些自我诊断的方法 然后再结合医院的一些检测的手段 有 最要紧的 我们现在要谈谈 这个我们发生 癌症发生的这个年龄 大部分就是说45岁到70岁 这段是高峰期 所以在美国来讲 平均年龄是66岁 所以这段时间 对于说我们大家要注意 还有你们家庭的因素 也要注意 那你说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什么情形 我们可以来早一点发现癌症 第一个cancel awareness 就是我一直在提倡 了解你自己本身的状况 了解你环境的状况 那这个有什么症状发生的时候 及早去看医生 那医生可能会建议跟你做某种检查等等 然后发现万一发现是还没有癌症的话 你可以先处理掉 可是已经发生了的话 你及早处理的话 应该理论上应该会比较 医后会比较好 陈医生您说到这个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例子 就是美国很有名的女演员 Angela Julie 其实她是有家族乳癌的遗传史的 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因为为了防止家族遗传的这个癌症 发生到她自己身上 她做了这个乳腺细胞的这个移除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aggressive的举动 陈医生您怎么看呢 对 她这个Angela Julie 她是因为她自己父母 妈妈还有一共九位的这个亲戚 都近亲 都是一等亲的 都有癌症 她讲的这包括有的是乳癌 有的是卵巢癌 所以她有一个就是BRCA 所以genetic方面的 基因方面的话 刚才我已经说了 5%到10%的癌症是因为基因遗传的 尤其这个BRCA1 还有BRCA2 然后跟卵巢癌有关系 再加上有FAP就是说家族性的多重大肠瘀肉症 症状情 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Lins syndrome 尤其女性 这个 如果这个这个妇产科有癌症的话 大肠癌症会比较会产生 所以这方面呢 她就决定把她虽然是没有乳癌 可是她把整个拿掉 她拿到现在是很好 可是她我听说她是有一点Mental Depress 所以这个精神上的负担 可能比癌症更危险 所以这个 现在我们检查 除了我们一般的检查 现在有叫做 stool genetic 那个DNA检查 看看有没有大便 尤其在大肠癌的检查 下一章我们会讲 还有呢就是genetic testing 那以前是每个检查3000块美金 所以现在不到1000块就可以 有时候有的 假设有家族 尤其一等星有癌症的话 可能会她基因有问题 所以希望她这个保险 应该度也会给付 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陈医生 那比如说像这个前列腺癌 这个其实是在男性当中 非常普遍存在的这样一种疾病 那么如果比如说家族里 有人有这方面的疾病 是否也需要去做这方面的 特别的筛查检查呢 所以这个是癌症的迷失了 就是说你家族有 你不一定就有 可是你得到这种癌症的机率 就相当增高 不管是哪一种癌症 都是假设不是说爸爸有 或者妈妈有 你一定会有 可是你一等星的话 你这个得到同样的癌症的机率 稍微比较高一点 只讲到我们前列腺癌 然后非洲人 在非洲的非洲人 前列腺癌很低 可是搬来美国 美国的第二代的非洲 非裔的美国人 他的前列腺癌是相对的增高很多 这个跟这个环境 跟饮食一定会有关系 那因为这个前列腺癌 比较慢性 它progression比较慢 所以根据这个统计学 你50岁 差不多50% 你会得这个前列腺癌 像我亲生快80岁了 所以可能有80% 可是它因为 像我来讲 现在已经超过75岁的人 都不再检查PSA了 所以现在最近有了 那个病院外科学会什么叫 讲实尤其没有家族 没有这个前列腺癌 因为它的progression 是比较慢 那跟你 假设你治疗 治疗很多 这副作用都会出来 那你生后品质可能会减少 那我不治疗的话 你岁数差不多是一样的 明白了 所以这个 还是不同的病症 来做不同的处理的方法 对 好的 谢谢陈医生 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 关于癌症发展方面的问题 广告之后见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美洲台为您播出的 天天话题栏目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 是来自美国慈济医疗中心的 副执行长 陈福明医师 我们在上一趴的节目当中 和陈医师一起来讨论了 关于癌症的概念 以及癌症的发生发展 那么陈医生 其实我觉得 所有的医生提倡的 都是预防剩余治疗 那么我们在 癌症发生之前 是否有一些 可以预防的措施 如果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作呢 当然是 怎么预防癌症呢 是一个大灾问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跟你保证 不管你是什么饮食 什么百分之一百 不会的癌症 没有 事实上没有一个专家 可以怎么断言 可是你健康的生活方式 会减少癌症的发生 也可以延长癌症的患者 寿命的延长 跟生活平衡 那美国这个 哈佛大学 2016年 它的公共卫生学习里面 发表了一个 一万七千多个人的追踪 它建议了一个所谓的 健康的生活方式 Healthy Side 它的健康生活方式 包括四大重点 第一 不抽烟 第二 喝酒 减少喝酒 女性一天 红酒 不超过一杯 男性两杯 体重维持 BMI 成活的体重指数 18.5到27 那一定要运动量 最少 最少 每天要30分钟的运动量 不是说很激烈的运动 就是普通的运动 或者加速运动都可以 这个四点 加起来 可是我本身呢 又再加两点 第一个 避免这个 不需要的 那个 精神负担 精神压力 unnecessary stress 再下来的话 盛险健康的饮食 这个两点 我本身加上去 那根据这个 它的统计报告 假设我们能够 大家能够符合 这几个要点的生活方式来讲的话 它可以减少 癌症 20%到40% 的确 我的确 我记得 我看到过很多研究报告 说这个癌症的发生 其实和这个精神的压力 还有这个生活的习惯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对 因为我们生成这个 这个生活压力的 这个stress 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神经系统 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家都晓得 这个癌症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问题 因为所以我们免疫系统的减少的话 癌症复发的机会更多 所以还有呢 这个癌症跟发炎指数有关系 不正常发炎指数 所以他们认为说 假设我们天天能够大笑三分钟的话 你可以减少癌症的发生 这个是减少不正常发炎指数 所以这个总而来讲的话 好好的这个活我们应该活的 正常的生活方式 比较开怀 不要不必要的负担 不要去想那么多 没错 我觉得在美国 活到现在就好了 没错 我觉得在美国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他这个饮食习惯不太好 可能很多人会吃大量的肉 然后蔬菜又吃的很少 然后呢又吃很多的这个奶制品 也不爱喝水 喜欢喝碳酸饮料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是这个饮食的习惯 其实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 对的 其实阿姐讲得特别对 刚才我再补充 刚才我们讲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它不单单是减少这个癌症的死亡率 它对这个肺癌 这个可以减少它死亡率 百分之85到百分之90 那个大肠癌会减少百分之50到60 乳房癌可以减少百分之20 所以这个很大很大的impact 那刚才我们讲到所谓饮食方面 其实饮食对我们太要紧了 我们很多饮食在美式的饮食 很多都不是太健康 尤其我们烧烤烟腌制的食物 都不是那么好 well processed的食物都不好 所有摆的东西 像比方来讲 摆的面包 摆的糖 对啊 都不是那么好 其实就是要多吃一点粗粮 对 然后呢 就是说我下面有一道服务表 就是说 什么食物对身体最好 什么对癌症最好 像比方很多这个 我们所谓很多蔬菜 很多水果 它都有一种抗癌性 也就是抗血管增生的性 有没有 多次的这个就把它饿死掉了 所以它的理路现在已经相当成功 所以我这里也有一点最常见的抗血管增生的 像比方拿草莓 蓝莓 葡萄柚 红葡萄 白菜 巧克力 绿茶等等 这个到时候你们可以跟七小姐要这张名单 所以这个很多制裁我们菜市场都可以买到 所以不一定要吃药 没错 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 其实摄入这些足够的营养成分 已经可以从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 甚至百分之六十的方向上去努力来抗击癌症 对 是的 还有就是说我们饮食试惯 对不单单是癌症 对健康不要吃 第一个不要吃太多 八分百就够了 所以我们的上人有八分 其实我本身一般来说六七分就够 那再下来说多样的饮食 最近日本有一个article出来 说为什么日本那么长迷 他们都说现实的食物 然后多样的食物 所以不要偏食 像比方很多奸杂的时候标准 那大肠癌在全世界里面最高的是韩国人 后来我再去研究了一下 发现我们台湾比韩国人还更高 他每十万个人里面韩国是四十五 这是因为饮食的关系吗 可能跟饮食还有台湾的四十五点一 在美国只有二十几 所以这个大肠癌 可能我们叫大肠癌 所以这个跟饮食切切有关系 起码他们都是用烤 还有就是说他们也是很骗食 然后他们气息也很暴躁 所以一般不是像我们这个任性那么好 所以还有工作压力 他们的工作压力是特别特别强 所以你看韩国人很多人自杀了 原故自家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 韩国这些地区 压力都会比较大 所以他这个随压力比较大 所以这个东西融合加起来的话 这个会影响这个癌症的发生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陈医生 那么对于这些癌症治疗以后的病患 那么在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习惯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 对 还是回归到我们怎么来面对我已经发生的事情 既然你的癌症已经处理好了 你还要什么 第一个遵照医生的祖父 定期在复检 再加深厚改变 当然很难 这时候我已经癌症 每一个听到的癌症都会马上就会depress 就会消沉下去 那你想一消沉下去 你免疫系统又减低了 所以只要能够减少免疫系统作用的能力 都会增加这个癌症的发生 所以你怎么对这个癌症你怎么处理 再加什么方式 吃好的东西 不一定要吃很多 不要偏食 多运动 然后就是说心情放开坏 这个东西隆重加起来的话 对癌症的 一定要遵照医师的祖福 然后叫你怎么做 怎么检查等等等等 都是会有帮助的 没错 其实癌症并不可怕 甚至得了癌症也并不可怕 只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积极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饮食 相信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陈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凤华卫视美洲台